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易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 也是先哲们伟大的智慧结晶 《易经》有阴阳,而后又变成八卦 八卦彼此两两结合 六十四卦也就应时而生了 《易经》这本书广大精微,浩如烟海 不论中外古今,研究者数不胜数 南淮仙读完《易经》说 人生的道路变幻莫测 我们都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 但是一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 能改变自己的运气 《易经》告诫,一个人如果触犯了 以下这两条天规 一辈子栽火不断 所以越早知道越好 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有多可怕 一七年的杭州保姆纵货案 可谓是轰动全国 保姆七千五百元的月薪已经不算低了 而且主人待他非常好 出入有车接送 还二话不说的就借了十万元钱给他 但是尽管如此 保姆莫幻星还是一把火 把主人家四口人的性命给剥夺了 人心不足舍吞响 说的就是像暗中保姆这样的人 不仅不懂得感恩 反而因为别人对你好 你就想得到更多 一旦别人不能满足自己 便爆发出狠狠的恶意 不懂感恩 是人性中最大的恶 尤其是不懂得感恩的孩子 最让父母寒了心 传人后比狼更加可怕 前段时间 南京一堆父子因为户殴登上了热搜榜 大概情况是 父亲老王花了几百万 供养儿子出国留学 本想着儿子学生回国 可以做一番大事业 结果儿子回国后非但不工作 还理直气壮地在家啃老 为了承接儿子 老王在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 卖掉了全款给儿子买的车 儿子非常生气砸了父亲的车 老王气不过 怎么会养了这么个白眼狼 直接跑到儿子家砸东西 于是父子两人就打起来了 儿子还放出狠话要砍死父亲 王福说 生活需要一颗感恩的心来创造 一颗感恩的心需要生活来滋养 为人父母 千万别养出不懂得感恩的孩子 使他成为家庭最大的悲哀 但看世事趋如烟 铭记恩情存入血 孩子懂感恩才能拥有 有血有肉的人生 懂得感恩并且知恩图报的人 才是天底下最富有和快乐的人 二德不配位 现实生活中 没有人喜欢和无德性操守的人共事 什么层次的德性 就匹配什么样的人生 东汉末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外戏董卓 歇天子一令诸侯 掌握了天下的尸权 但是董卓非常的残暴 德性缺失 不但会乱宫廷 还屠杀了平民 德不配位 很快天下人都对他反感透顶 大神王允就联合将军吕布 趁机把他杀了 王允掌握了大权 人们本来对他抱着一份希望 却没想到此人同样心胸狭小 不堪重任 董卓残暴却善待人才 对大文学家蔡毅极其恭敬 董卓被杀 蔡毅想起了自己因为董卓 结束归隐 出师作官 并且多次归选他善待天下人 就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没想到这叹息引起了王允的不满 他认为蔡毅是同情动作 与天下为敌 执意要杀蔡毅以平民愤 这个举动令所有人震惊 大臣们说 当初汉武帝都不杀司马迁 还让他写出了史记这样的书来 蔡毅不过叹息了一声 不至于到死碎这个地步吧 那王允不这样认为 他不接受大臣们的建议 也不接受蔡毅的道歉 执意把他杀害了 大臣们私下说 王公这个人德不配位 有道德的人懂得刚技 懂得温学著述 是国家的典籍 放弃了刚技与典籍一定不长久 果然不久以后 王允和董卓一样被杀 人的德性是一切的根源 董卓王允都没有德性匹配 注定了失败 因为我们的财富 智慧 名望 地位 都需要德性来承载 易经曾说过 德不配位必有栽秧 这些年 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那些撰显很容易的人 慢慢 很多人 都会散尽了家财 仔细想想身边 是不是还有这种事情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 一年早逝 为什么有些官员 一升官就得了重病 为什么有的人 家里刚盖完房子 人就出车祸了 我们所有的财富 智慧 地位 老祖总有一个字 来代表 叫物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福报 厚德方能承载万物 才能引来福报 这就是清华大学的校训 厚德在物 相反是那句话 德不配位 位就是我们的待遇 就是我们的德性不配 我们的福报 打个比方 有一张桌子 它能承受十斤重的分量 但非得给它放上十五斤 二十斤 五十斤的重量 那我们看这个桌子怎么样 它开始发抖 它就开始变形 出现崩溃之前的心照 而金钱 权利 名望 都是自己的福报 都是压自己的物 靠什么承载 靠的 就是你的德性 靠你给社会 创造的价值 我们所能享受的一切 也都是自己的福报 中国人 讲 西石 西医 你得珍惜自己的福报 而不是轻易地去消耗它 一经上有一句话 世间想千金之产者 定是千金人物 想百金之产者 定是百金人物 一个人如果 无故享受福报 或者无限制地消耗自己的福报 总有一天福报会殆尽 于是 祸患就会到来 为什么很多 越有钱的人 生活得越是简单 你看 马云 几乎永远都是一双不鞋 李嘉诚的西铁城表 市价一千港元 待了几十年 扎克伯格比李嘉诚还有钱 个人生活更是简单 他们的内心丰盛 而内心越丰盛 生活越是素于简 很多资历尚浅的年轻人 喜欢动着 就是名牌包包 动着豪宅豪车 但在享受这些之前 你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给社会的贡献 撑得起这些享受吗 如果不 那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福报 你给社会做了多少贡献 你就可以安心地享受多少福报 还有现在的学生 孩子 不管自己的家庭条件如何 就管父母什么都要最好的 自己是学生 现在还没有赚钱 凭什么都要最好的 孩子不知道享福太多了会怎样 但是家长要知道 孩子的福报是一定的 你越腻啊 孩子就越容易出灾祸 人有千算 天则夷算 一个人的命 没有好不好一说 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但是 如果你触犯了上面两条天规 人生之路 定会充满坎坷 因为不懂得感恩的人 注定没有未来 得不配位的人 必有栽殃 当然 以上只是 我对易经的 粗犬的认知罢了 月经事件万卷书 不如读懂一本 易经 我认为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 一个人要是能参透易经中的智慧 那么就可以很轻松地 远离一些不必要的灾祸 少走了弯路 福报自然会 接踵而至 如此看来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易经 蕴含着大自然之力 宇宙的奥秘 是大道之源头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讨论